其實Mark 1 的確不太多 主要是胸口的Arc Reactor 和火焰放射器 Hello 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玩具TV 第26季第4集 剛才玩完一些充滿了時代感和潮流氣息的玩具之後 你要介紹的就是能否給我盒子嗎 對啊 明星也顯 symbols 并不一步就鳴 Life 順著想想啊 glide 謝謝 需要介紹的就是 要靠 對了 好厲害啊 是的 我們關一個自拍達人的做法 沒錯 不知道 � � меняuf 相不相不相 猜 雖然變得不到他 其實寫帖只是這個 中不中? 雖然不忘了貼, 但其實它也是這個 Special 自己貼的 這是自己貼的 可以這樣做 其實今次Ironman Mark 1 都是用了一罐的處理方法 改良了, 已經用了這個側開盒式 不會用上下天地蓋 一拿就整個掉出來, 不會的 所以非常穩妥 另外, 你看見也是用了很漂亮的金屬底 盒子非常硬 所以不用了, 先丟盒 介紹完, 拜拜 今晚Derek 又有贊助給大家 多謝Derek 然後, 既然有打上 我們就更加努力 其實說配件 Mark 1真的不多 主要都是 四隻手 即是一對張開手 加一對拳頭 就是這麼多 以及它的放火特效件 嘩 這個應該跟上次的貓軍器一模一樣 應該是 是的 但是我個人感覺上色好像有點跌 比起Mandororian 有出一些效果 其實你看到火的顏色 起碼會噴上高光面 像火焰散出來的那種 對, 但這個是半光雅 有點奇怪 那是因為物料問題 我不知道它可能有機會是 像P.P.P.的那種 所以你拿上手 它有硬身很多 其實我想說 它本身的感覺 我都覺得是像P.P.的 在這個處理來說 我不知道是要在 裡面 成形之前 要注色料還是怎樣 不是, 都是噴油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沒有噴花高光面 嗯 絕外燈效果會不錯 另外一樣真的值得讚一讚的 就是 訂地台 這個地台是什麼? 漂亮 就這麼簡單 它好像可以 上面的情景是否可以分開 對 所以在這個Discray來說 絕對不是 無所謂 對, 穩固一點 就可以了 有Mk.1 那時候 飛了一顆Stark Industry 飛彈在Tony Stark 旁邊 也有做出來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有誠意 這個台座 好了 真是看看這隻東西 好, 看看主題 對不起 漏了 這就是剛才的貼貼紙 大家看到的 Bonus 就是一個 金屬鑄製的Mk.1面具 你看到其實剛才阿嘉也有留言 是一個金屬面 直出之後 噴一些類似Coding 在上面 令到做了這個 那麼閃亮亮 一些都不夠化的效果 感覺上 個人認為作為一個Bonus 就有點欠缺誠意 特別是你打開它裡面 你就直接看到 全部是新合金 蓋出來的原色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 其實簡單來說 它基本上是這個頭盔的沒有上色 只噴光 就是這次的Bonus 是不是要扮回剛剛在 搭關時 搭關時拿出來的那一刻 嗯 希望是 應該是 你覺得是 他應該要跟回徐仔 難道又會去打鐵版本 這麼絕 嘩 等你派完課再出另一隻 真的要看一隻Mark 1 或者我先不說任何事情 麻煩Lawrence 拍攝一個 close-up 慢慢慢慢 或者軟一點 可以轉一個圈 大家看看 今次這個Iman Mark 1 的造型和賞色 大致上是怎樣 嗯 好 大家看到本身 喊得Dyecast 的話 它其實本身 你看到銀色的地方 摸上去都是冷的 其實都是金屬製的 那還好的地方 其實是要讚一讚的 就是它雖然本身那個主體 1比6的Body 都是一貫的素體 但是 在這個可動方面 不見會有些什麼不舉的情況 當然啦 就著可動性來說 其實你遇到Mark 1的造型 它應該是唯一一個Iman 是不可以爆地的 你試一下究竟爆地的話 麻煩拍張相片給我 我都很想見識一下 看會不會爆了那些甲 哈哈哈哈 你就可以看到它逃走那時候的 完美的情景 嗯 好了 大致上轉了一個圈 我又不說我的部分 其實剛才阿嘉 都叫Lun過 外觀上有什麼評論 其實我這樣看 可能以前1.0、2.0都有過 其實我感覺上整體 就這樣看上手 我覺得跟2.0的差異不算很大 但是它整體的金屬色的顏色強了很多 正如我們之前去海廣城那次看 已經看到一個試版 或者是大貨的前版 那時候已經覺得 哇!那個顏色很漂亮 它是很有金屬質感的顏色 但是另一件事 它伴隨著 因為它做了合金 或者可能它保留了銀色 它有很多舊化的上色的層次 是少了弱了 Exactly 但是你會看到它很多東西 有些新增 例如可能是 心口那個 Art Reactor 就是初版 你會看到裡面的紋路 清晰了很多 而且舊版那個有少許朦朧的 是 這個是立立令 拋了 這個很漂亮的 那麼 旁邊的 玩具專業玩家 有些什麼意見呢? 我悔呀 看而已 看你們玩我已經很開心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這隻 可能它真的換了材料 它可能是否厚了 用金屬的感覺 我覺得以前用膠的物料 不會那麼厚 那麼厚身的感覺 如果是鋪圈一點 你問我 我自己 整隻東西的外觀來說 是OK的 不過反而 其實剛才加勒說了一個重點 可能是金屬的關係 令到它本身做舊化的方法 沒有辦法 像其他 膠件一樣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 有些七友不認識 有機會脫 除非你真是生手 除非你真是戰選 這個就靠一些 無形高手救僵的 自己 好像 業餘者聯盟的朋友一樣 這樣就真是無敵了 那就真是好捨得了 另外一點就是 我想 可能大家上網看 都看到很多人套出 新高比例的問題 這個Mark 1的Tony 其實2.0版 是很多年前 其實後面 出回合金的時候 是高很多的 當然我覺得 合金的部分 因為後面應該有官方3D file 如果對回比例 應該是對的 但這隻 怎樣會覺得是特別矮呢 對於合金 例如你拿一隻 Team suit的Tony 走過去 Team suit也是高過他 是 但這個Tony 應該是他踩了橋 穿了腳 應該是會高過 什麼都沒有穿的版本 但他的高度 都會矮於Team suit版本 所以這裡就差一點 我自己就有一點點意見 本身其實如果說高度 大家看看官方的Ironman 那些刊物 最矮是Mark 1 因為其實本身你見到 是Tony 就這樣在身上套了外甲 而連他高跟鞋都沒有 所以變成最矮 在設定上是很合理的 不過反而另外一樣 我想吐槽的地方 其實如果你中觀整個人的比例 的話 你會見到Tony的頭 其實是小了 當然我覺得 你要就回本身 如果戴了這個頭盔 但是 蓋上那個比例 你要漂亮的話 其實你的頭盔 一定是要做小一點的 所以這個 看看大家 沒有辦法 因為取捨 要求或者追求是要什麼 如果你說要真實性的 那他的頭盔是做小了 我覺得 如果你說是要美觀的 那你就完美了 好了 真的動一下他的手手腳腳 不過在他還沒動手手腳之前 可以玩一下 我整天 剛剛我在玩具AV的時候 在這個玩物狀陽的時候 我就經常被人說插屁股 這次 最重要 我自己覺得是最欣賞的地方 就是 不需要在一個瘋狂入電的情況之下 可以玩到Ironman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因為入電始終都很難 直播插屁股 原來不是插屁股的 我還沒玩過 插屁股而已 對了 我重新回到這次 他的插電位不是這裡 我不會 插這個位置是不會亮燈的 插這裡才有機會亮燈的 所以大家是不能看德哥插屁股 壞蛋 這個位置 在2.0版的時候 原來是有一個插鈕 原來是抽出來的 這個就是直接改到USB 對了 其實你見到 我真的挺欣賞 背部的造型 有這麼RAW的造型 好 亮燈很簡單 好像有些聲音 還有風扇 靜一點 有高頻 對 開覺的 是否你的電子有不同 高壓了 大家聽到 就著後面這個馬達轉動的聲音 都應該收到的 本身你說亮燈位 其實Mk I的確實不多 主要是胸口的Arc Reactor 和火焰放射器 我覺得中間的Arc Reactor太差眼了 算不算 你覺得呢 眼看是真的差眼 在鏡頭看就不覺得 因為其實這裡已經開了燈 所以你有這個光度 直望是有點殘留 對 我是合格的 好了 真是動 等你晚上出門不用開燈 只靠這個 在家裡 晚上在廁所 一起來 整間房間都是光 好了 頭部 其實本身都是用了兩折 所以頸部的可動是不錯的 也看到本身包了一些 皮夾狀的布料 令到完全把當時 這個Tony Stark 在山洞裡的衣服 完全表達出來 這些不用擔心 所以頸部對上的可動 是完全沒問題 這樣飛也可以 可以的 直接扔出去 你老闆 而且他的頸部很有趣 你扔下頭試一下 看看後面 會怎樣的 會不會露一下 他遇到兩折布 他裏面 他特意做頸部 有些頭髮在這裡 是 你反過來就變成鬚了 好 先脫下電線 今天繼續說 手臂可動 其實多一句 大家玩 這個Irman 我不管你是什麼版本 看一看這個說明書 是最穩固的 因為本身 你要拉出一點點 隻手 其實就這樣打橫動 只會到這裡 謝謝大家 向前絕對沒有問題 90度 可不可以再舉高一點 說明書就說不好 所以我也不打算試 至於本身 你見到其實 始終他的甲 對於那個關節 會有一定影響 但亦都已經在這個 身體方面 我相信處理過 令到他可以接到這個90度關節 其實已經算很好 在這個位置 同樣地有一個橫軸 你見到它動的時候 其實都會跟著動 因為本身穿的三個關係 大家扭到這裡 就不要再硬來 再硬來試試 我沒有錢買過一隻 好了 手腕那些我不說了 因為是一個很正常的 波裝 條腰 其實我正在動一隻腳 你會見到也有一定可動 但當然了 你會見到這個尿兜甲 和這個胃甲 是會頂住的 所以變了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本身舊化了 這個位置也不怕會花 沒錯 左右 其實這個位置都很急 我見到它有些回彈 這個位置已經有些回彈 它的可動始終都是靠素體 但因為它的外甲關係 會有少許影響 好了 腳 留意始終這兩條鯉帶 這個位置都會頂住這個臉部位 所以變成最大是牙那麼多 向前 頂住 拉過一點就開高一點 盡力 盡力 不要強行 向後 後面這塊甲是可以動的 所以變成你拉高一點 就會見到Toni Star的屁股 和側巾會有幾條電線 而同樣地素體本身的 臉部位和大腿位 其實都頂住 所以它向後其實不是動得那麼多 反而膝蓋就正常了 就絕對可以扭到90度 都是90度 不要爆地 腳腕反而非常實正 因為本身 剛才說了 整隻外甲都是Di-Cast 所以 要承受到這麼大的重量 其實腳腕關節我相信是Toni過 也是很實正 貼地性也很好 好 而且後面你看到小腿的電路和電線都很仔細 不過玩的時候 反而沒有突然間有些東西勾到 然後用無情力一拔 都很容易出事 好了 腳底 這是不是攝石來的呢 像是 可能是有些東西玩的 像是地台一樣 啊 沒錯 沒事沒事沒事 它這個雪石周邊還有打膠水的發幻 哈哈哈哈 看到嗎 有沒有 沒有 是沒有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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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說它沒有 大家可以努力地研究 還沒有吸收到油 當然是吸收在家裡的雪櫃 哈哈哈哈 這麼沒力氣 沒錯 好啦 正常的噴火 特效 真的 裝不裝好呢 真的 看到本身 其實這個位置 也有少少少 退出退入位 可以讓你玩的 哇 林盾有 有這個贊助給我們 謝謝 謝謝 另外也看到 它這個導彈位 是可以拆開的 之前行不行的 我可能不太記得 太久了 可以的 我記得 大多數的設計 和2.0 應該差不多 是主要升級了 合金 其實它再做過 應該只是部份夾 你看到 我想說 那些盔甲 你看到這些 表面處理 是比較偏的 是 其實我估計 它應該是舊版 舊版那時候做過的方法 應該是 雷雕 手雕完之後 拿去 直接沒有主ABS 那樣出的 所以就會出到一些 比較偏的感覺 對 因為很手雕 基本上 你電腦畫 好像會出到這個樣子 看到這個效果 如果裝特效的話 就要把這個手袖位拆出來 好了 又有導彈又有火 剛才那個燈效 是否可以透露出來 試試 我們又插在它的背部 背部 是背部 要說清楚 是背部 有沒有 好 這個就射很多 好弱 有些 或者 看看可不可以 射燈走一走 阿嘉可不可以幫忙 把射燈 避一避 不要打到Ironman 看看 這樣擋一擋 可以 看不看到 有些少少 很輕微 其實好像看不到 好像沒有 而且這個有不同 是它舊的版本 只有一個 這個有兩個 可以開箱 可以開箱 好似 其實應該不是 不是 這盞紅燈 不是火 上面射下來 不要緊 總之 造型來說 是不錯的 如果你喜歡合金的話 好吧 你絕對可以 玩一玩 如果你要 完美的 你自己改一改 頭的尺寸 基本上 這隻 我自己覺得 除了本身鴿的 舊化不夠 當然 這就是因為 材質問題 其他整隻 我都絕對收貨 不用吃炒 不用 應該是 我想原價 你會收到 甚至有人 原價 減少少 好 我想這期 都沒有什麼 因為他本身的價格太高 如果這個價格 還要炒 那 過三次 我這些人 就玩不起 喂 2 我不知道說什麼 我差點說 好 靜光 靜光 本人們有持有 沒有持有 沒有資格擁有 好 今集玩到這裡 待會見 好 OK OK 你們在看 TWICETV